投家电费割韭菜被罚后 摊11被罚7亿 年内市值缩水近8成 摊11又摊上市了 12月17日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网站消息 经查 北京建华质地有限公司 在SOHO上都项目土地增值税清算 和企业所得税汇算经缴中 违规多扣成本 进行虚假申报 稍缴土地增值税 和企业所得税1.98亿元 消息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中收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税务部门依法追缴税款 加收至纳金并储2.5倍罚款 共计7.09亿元 天眼查APP现世 北京建华质地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4年 注册资本约1.04亿元 主要经营范围为对朝阳区东大桥8号 原北京市政工程机械公司院内进行房屋建设 出租经营等 潘石屹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兼董事长 潘石屹妻子潘张鑫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就在不久前 潘石屹指掌的SOHO中国旗下的全子子公司SOHO物业 先后接到了7份处罚 因为私自给租户 增加近0.5元每千瓦时的电费谋取暴利 共计被罚款了8000万 SOHO中国在二级市场的表现也不容乐观 自9月10日黑石集团决定 不就收购SOHO中国全部股份做出要约后 SOHO中国股价大幅低开 并且持续走低 截至发稿 SOHO中国收跌2.31% 报1.69港元每股 总市值51.9亿港元 创年内新低 较年内最高4.78港元每股 市值缩水近八成